2011年日本前首相麻省太郎 来台参加建国百年国庆 相隔12年麻省将在8月7号到9号再度访台 是台日断交50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自民党干部 副总裁虽然在自民党当中是二号人物 以访台的这个规格而言他是最高层级 麻省7号抵达台湾后将会到五指山国军公墓 调宴李登辉8号出席凯达格兰论坛 印太安全对话聚焦讨论台海情势 他也将分别会见蔡英文以及赖清德 由于麻省在6月跟8月初分别见了柯文哲 以及侯友宜因此访台跟赖清德见面 备受关注日媒分析麻省单独会见赖清德 传达的讯息就是如果赖清德当选 对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好的 麻省延续安倍所提出的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再加上麻省派在自民党内部 占有重要地位 对日本的台海政策有一定程度影响 但日本分析麻省访台 中国将强烈反对 6号上午只有20架次共击扰台 其中十架次越过海峡中线 另外还有五艘共进活动 不排除是针对麻省访台提前恫吓 即便中国威吓也无法阻止各国 持续深化跟台湾交流 上次请不要关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台北参马到